大家好,今天是苏小河批评书 出大事了,美国这边关于华为的事情 关于孟晚舟的事情出大事了 一切的事情出现的特别忽然 完全在细胞子的酝尿之外 所以现在中美之间的戏其实是挺好看的 不是我们简单粗暴的 说伪总统被包子迪给收买了 现在成了白书记了,而不是伪总统了 说包子迪现在是完胜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厉害我伟大的外交家,没那么简单 我们看到法新社 做了个报道,分享一下,特别重要 美国联邦通行委员会通告 将启动一项高达19亿美元的计划 向大部分美国的农村电信运营商提供补偿 以帮助他们拆除华为和中芯通讯等被世卫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公司生产的网络设备 而且2020年8月,美国政府已经禁止联邦机构从华为中芯等五家中国公司中的任何一家购买商 购买商品或者是购买相关的服务 所以截止时间是在2020年1月14号 从10月,从29号开始,从这个月到29号开始申请 把这个钱发下去 说这个事情密度之大 超过了所有的关心中美外交 关心中美贸易中美经济的这些人的预料之外 这个事是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大在哪呢?首先第一呢 这个事其实并不容易搞 所以我看这个美国的专家都讲了 他说这个城市里早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农村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花的钱可能比这个更多 既然这么难的话 为什么美国人还要搞这个事情呢? 还要把这个华为的设备从这个 美国的这个通讯的机构里面拆除呢? 这种事情以前我们在欧洲听见过的啊 比如在河南呢,在瑞典呢 甚至在德国都有这样的消息 在美国,我告诉你 真是第一次公开的有这个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发了一个全国的通告 而且是在拜登做总统的这么一个前景之下 所以我就讲说美国跟中国的事情呢 他真是叫做针尖对白芒 一招就结一招啊 真的是就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之所以出现这个事情啊 专家告诉我们说 原因无他 就是因为这个美国拿到了孟晚舟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协议书里面承认了 好多好多的罪,知道吧 这个东西就是坐实了美国人过去对华为这个设备的一个巨大的怀疑 之前只是有一些个自己找的证据嘛 没有相关的对手的承认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庭议层面的这个承诺书嘛 是吧 所以现在基本上有几件事情是得到了认证的啊 首先第一,华为是一个军工企业 不是一个国有企业 也更不是一个民营企业 是个军工企业啊 第二,华为是一个特务机构啊 第三,华为是最大的破坏美国的通信自由的这个这么一个外国公司 这么三个层面的东西妥妥的就是搞定了啊 首先它是一个军工企业 就意味着华为进入美国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竞争 不是一个简单的中美的经济层面 或者是公司层面的一个往来 而是一个军事的侵略啊 而是一个军事的干预 这个定义是非常严重的啊 第二呢,华为是个特务机构啊 所以呢,华为整个的项目在美国要全线下线 已经装好的要拆除啊 他们说这下来的话,美国这样搞了以后 加拿大之前也装了很多华为的东西 是不是现在马上也要面临一个拆除 加拿大也要马上搞 第三呢,华为这个公司啊 它现在搞成这样啊 它是对美国通信自由的一个巨大的破坏 这是一个每一个美国人 是一个每一个加拿大人 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 不管你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啊 它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啊 它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啊 有的时候我们对美国这个国家充满了绝望 真的,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对美国这个国家充满了希望啊 之前我们以前读看电视剧说纽约什么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把他送到纽约 如果你恨一个人也把他送到纽约 这个话是有点道理的 美国也是这样子 如果你恨一个人 你把他送到美国 让他造罪一下 如果你爱一个人 让他把他送到美国 让他去追求自由去 是不是 所以美国有一句老话讲 就是说这不是最坏的美国 这也不是最好的美国 所以我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呢 今天是一个叫做什么 我最喜欢的一个经济学家 就是奥利率学派的创始人啊 是吧 米塞斯 诞成的日子是一百多年吧 完了以后 米塞斯后来出了个学生 哈埃克 我们知道 里根和这个 撒歇尔夫人这种保守派的政治家回朝 是在上个世纪八二年代 他们的这个座右铭 或者是他们的思想的指导原则 或者说指导他们的一些个思想家 就是米塞斯和哈埃克 啊 撒歇尔夫人在英国的议会上辩论的时候 他辩论不下去了 知道吧 因为因为左派工党他们都听不进人话嘛 最后撒歇尔夫人就拿了一本那个自由宪章 这就是嗯 哈埃克的一本巨著这么厚是吧 往那个桌子上一搭是吧 这就是我的思想啊 这就是我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啊 啊 这真的一个思想的原则 所以那个年代啊 是一个人类社会保守主义回朝的年代啊 是一个右派回朝的年代 是一个常识回朝的年代 那是一个从米塞斯到哈埃克 经过了多年以后啊 所抵达的一个人类的一个比较好的光景啊 你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是个什么逻辑呢 就是你如果看《逆代志》啊 甚至看这个《猎王记》啊 这两本书 你会经常看到一句话反复的重复 他讲到一个国王 他马上就说啊 这个人行耶和华眼里抗卫正的事情啊 这个人行耶和华 行在耶和华的眼里抗卫恶的事情 就是人类社会啊 基本上你保守主义回朝的时候 就基本上就对应到圣经 你说是在耶和华看来是为正的事情 人类走在一个行政的路 行政路的这么一个层面 凡是左派上台啊 人类社会呢 就处在一个行恶的这么一个时代 做在耶和华眼里抗卫恶的事情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 刚好就是一个啊 在人类整体都在做恶 在耶和华眼里抗卫恶的事情啊 所以我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呢 昨天有一个人在那里夸我呢 其实也是批评我啊 他说啊 周老师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 讲思想史 让我是豁然开了 让我学到不少东西 哎呀 这个东西做视频呢 你通过我的视频 你如果了解思想史的流变 其实是非常浅的 因为视频这个东西 它不如你讲乎的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那些东西 你建议你去看我的Patreon里面的文章 本来是收费看的啊 一个人 有的人一个一年 给个一个月 给个一块钱 给个五块钱 啊 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一百个人会员 啊 后来我就把这个所有的秘密的文章啊 只能会员看到 我会员看的文章 我把它分享出来了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 那个东西还是有点意思的 这是我最有意义的工作 你不要看我的视频 如果是你想学东西的话 我的视频就是插口打魂啊 我就是视频就是养家糊口的啊 千万不要高估我 我是一个人 我不是一个天使啊 千万不要觉得我啊 孙老师你最好是跑得快啊 但是你又不要吃草啊 又要马儿跑得快 又要马儿不吃草 没有这样的事情 保罗一边传福一边还制余网呢 你不能说保罗 为什么你要制余网啊 多浪费时间 你应该赶紧利用你有钱的生命去传福音 你搞什么妖魔子啊 你啊 你这种余网有什么用啊 不要这样苛求人 好吗 我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说的啊 所以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啊 我们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的 八十年代是不是 有米塞斯啊 尤其有哈埃克啊 我们都知道米塞斯 他活着的时候 他在在美国嘛 他找不到工作 最后是一些民间的 一些思想的爱好者 给他提供的一些生活费 让他勉强的能够度日 不至于饿死 哈埃克这种德国诺贝尔 京剧学校的人也找不到工作 美国美国没有一所大学 那么多长春的大 什么哈佛耶鲁 什么什么啊 史丹佛 你这么多大学啊 没有一所大学 给哈埃克这么一个顶级的思想 提供一个教职 所以他最后没办法 他只好跑回回到英国啊 去去当老师去了啊 哈埃克啊 跑到英国不是回到英国当老师去了 所以英国这个国家有的时候啊 我告诉你啊 在人类最黑暗的时候 最败坏的时候 英国这个国家的保守主义的这个根基 其实比美国要稳啊 所以我今天感慨是特别多的啊 我早上写了一句话 我说这个 我很难相信啊 人类社会经过了这个米塞斯哈埃克之后啊 整个人类社会还会出现 罗尔斯这样的非常左派的 所谓的自由主义公平主义的思想家 正义的思想家知道吧 可见人类对左倾的公平和正义啊 有着一种近似于性冲动的生理偏好啊 而且我预测啊 人们很快就将会看到 罗尔斯对人类的破坏比马克思要大得多 人类这一步疯狂 依然是由知识人推动的 人类渴望知识 但从来不会合你的使用知识 知识在知识人的手上 从来不是智慧 而是作恶的工具 你想想吧 今天的华为这种烂东西 又是军工企业 又是特务企业啊 又是破坏美国的通行自由的 这么一个垃圾公司啊 居然在美国可以大行其道啊 你知道吗 就是你 你会发现人类社会 已经堕落的非常可怕了 但是感谢上帝啊 美国的那种保守主义的观念秩序 美国人对自由的那种 那种理解 在最黑暗的时候 他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纠错作用 即便是今天美国已经被民主党 这种左派的政党完全把持了 他还是有一点用 知道吧 这是个传统你知道吗 这种习惯 习惯是最难以打败的 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消息啊 就是这个美国的通行 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拆华为的设备的时候 你就知道美国也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的纠错的力量 这种纠错的力量 不是民主党有多么的 幡然醒悟不是的 而是美国的观念秩序里面 传统根基里面 有那么一些个保守主义的东西 它能够部分的 让美国的一些个人有纠错的力量 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 那既然美国有一种纠错的力量 那中共他也没有 所以孟晚舟的事情就麻烦了 当习近平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美国联邦通议委员会 开始拆华为的设备的时候 他就知道大事不好了 孟晚舟的整个一套东西 完全是中国的全败 美国的全胜我跟你说 所以我听北京的一些哥们说的 说包子离最近改主义了 对孟晚舟这个事情非常的劳火 他要严惩任正非和孟晚舟妇女 以前是说就是把孟晚舟回来以后 就让他冷处理 让他去呆着 就不要干什么事的 以后你就淡出视线就行了 安静过你的日子 现在改主义了 甚至要把他抓起来 甚至要把他给一刀给砍了 中美之间接下来会毫无悬念的 进入一种真正实质意的冲突 这一切都是孟晚舟造成的 都是华为造成的 包子离现在有点明白了 所以当然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就很高兴了 我们乐观其成 孟晚舟这个人回去 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中国人任何时候 你离开中国都是最正确的决定 我是反复说这个话 这个话不是针对那些穷人而言 不是针对屌丝而言 不是针对像我这种这个中不六秋的 所谓的独自人而言 不是的 是针对所有人 尤其是那些有钱人 尤其是共产党里面的官员 尤其是共产党里面的 红色资本家 像任正非这样的家族 你就更应该离开中国 你应该毫无这个犹豫 毫不犹豫的彻彻底底的离开中国 永远不要踏进中国半步 你应该要像任正非像孟晚舟 你应该要做飞行 你都不应该进入中国的领空 比如说你从日本去欧洲 你都不要这个什么 你都不要从日本直飞欧洲 你应该要什么呀 你应该要绕道 知道吧 就先飞什么 先飞从日本飞美国 再然后再从美国飞欧洲 这样绕过去知道吧 你不要进入中国的领空 一进入中国的领空 有可能就被中国共产党的军机 把你给逼下来 把你给抓了 你人一定要到这样的程度 孟晚舟你的人生的下半场的幸福 你才有希望 否则的话你就等着看吧 这细胞子最后 他如果有一点人气 有一点人心 不是一个畜生 他应该是留孟晚舟一条老命 如果是他一旦是个路火中烧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话 孟晚舟连人头都保不住 你不信你就试着看 谢谢大家